这个男人白天装下乞讨,晚上就找美女相伴,小日子比白领过得都舒服。 他叫赵亮,曾是一名摇滚歌手,因为一次意外导致他落魄至今。 别看他整日装下卖货,但挣得比白领都多,不仅每天工作自由,别人有的他都有,遇见好心人还能多挣点。 要是遇见了坏人,他只能拿起盲棍替警察教育他们一顿。 现在这年头,干点啥呢没风险,要饭也得凭技术,都是凭证上岗,还要有自己的地盘。 这天,赵亮的地盘就被一个小女孩给占领了。 赵亮是装侠,可这个小女孩是真的看不见。 赵亮不管三七二十一,直接就把小女孩赶到了一边。 但由于两个人离得太近,好心人把钱都给了小女孩,赵亮却一分钱都没挣到。 对付小女孩,他只能智取。 于是,他想用一块饼让女孩离开这里,可他没想到,这招不仅不管用,还被当场拆穿装瞎的事。 这不是要砸他的饭碗吗? 他刚要用武力解决,却被周围的好心人围攻。 看见可怜的小女孩,众人都纷纷献上了爱心。 等好心人一走,小女孩的钱都被赵亮揣进了腰包。 当得知小女孩的父母都死于车祸时,赵亮又把钱还给了他。 聊天中,小女孩说自己叫晶晶,父母因车祸离世,自己双目失明只能乞讨度日。 赵亮一听,心一软就想收留他,两个人还约定,以后合伙挣钱,一人一半。 可一转头,赵亮就后悔了,他直接把晶晶带到了派出所,然后潇洒离去。 这让晶晶很是生气,于是他骗王警官,说赵亮就是他的爸爸。 结果第二天,赵亮就被警察抓了起来,还被警告一气而同是犯法的行为。 这让赵亮很是无欲,他本想把晶晶推给警察,还自己地盘一个清警,没想到还触犯了法律。 最后,赵亮无奈,只能先把晶晶带出警局。 他本想把晶晶送去救助站,可晶晶死活都不去,赵亮就准备丢下他独自离去。 可这时,天空下起了大雪,看见雪中的晶晶就让他想起了自己的女儿,于是他又心软了。 就把晶晶带回了家,还给他准备了一身干净衣服和被褥,让他洗个澡,在这里好好睡一觉。 可晶晶却说,洗干净就要不到钱了。 询问才得知,是让他要饭的人说的。 当看见晶晶身上的伤疤时,赵亮才知道他是被人贩子控制了。 晶晶也想过报警,但他根本就不知道骗子的模样。 晶晶也只能安慰他,早晚会将坏蛋绳之以法。 隔天,他们俩一起踏上了赚钱之路,二人分工合作,可一转眼的功夫,晶晶就不见了。 这可把晶晶挤坏了,忙人都顾不上庄了,到处打听寻找。 幸好不是被人贩子抓走了。 看见到处乱走的晶晶,赵亮发起了脾气,得知晶晶是给他买烟去了,赵亮又感到了愧疚。 好不容易把晶晶哄好,可转身就被一帮人拦住了去路。 对方正是郭伟,他声称是晶晶的爸爸,可被晶晶一口就否认了。 郭伟抬手就要打他,却被赵亮拦住了。 这时,警察赶了过来,把他们都带回了警局。 通过调查,晶晶的父亲离家出走,母亲改嫁,继父就把晶晶交给郭伟收养。 他们还有领养手续,因为没有足够的证据,警察也不能随便抓人。 这可让赵亮感到了愤怒,晶晶就这样被郭伟带走了。 赵亮不放心,就打车一路跟随,结果看见晶晶被拽下车,遭到郭伟一顿毒打。 赵亮上前阻拦,郭伟就声称教育自己的女儿, 让她别管闲事。 赵亮本想让晶晶说出实话,可被恐吓的晶晶承认郭伟就是她的爸爸。 赵亮无奈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晶晶被带走。 从这以后,赵亮每天都穿梭在晶晶有可能出现的地方。 他四处询问,到处寻找,可始终没有晶晶的下落。 而此时的晶晶正被郭伟安排和一个小男孩一起跪地齐套, 挣的钱通通都装进了郭伟的口袋, 随后又把晶晶带去其他地方。 这回被赵亮看见了,他悄悄地跟在后面, 发现晶晶被带回了人贩子的老窝。 这里还有好几个小男孩,要钱要得少,连饭都不给吃。 赵亮一直等到夜深人静,就偷偷地把晶晶带走了。 可总这么下去也不是办法, 于是赵亮决定带晶晶去找他的亲生母亲。 他们跋山涉水,终于来到了这个偏僻的小山村。 晶晶并不想回到这个家, 因为他的继父有可能会把他再送到郭伟那里。 为此,赵亮给了他们一笔钱, 让他们不要再让晶晶去要饭了。 晶晶父母肩前眼开,连忙答应。 可赵亮转身刚要走, 晶晶的继父就要动手打他。 赵亮健壮用刀威胁, 如果再打晶晶就杀了他。 晶晶的继父这才承诺,以后不打了。 而晶晶的母亲看赵亮对女儿是真心好, 就想让她收养晶晶。 赵亮一听很是乐意, 但晶晶母亲一张口就要三万块钱, 还说和郭伟签了合同。 这时,晶晶继父狮子大开口直接要六万, 还说少一分都不行, 只是晶晶现在手里没有那么多钱, 他只能先回去筹钱。 但没想到, 他答遍了所有朋友的电话, 最后竟然一分钱都没借到。 他现在已经今非昔比, 已经不再是那个曾经火爆乐坛的歌手了, 所谓的朋友都怕他还不起, 都以各种借口推脱了。 更让赵亮没想到的是, 他前脚刚走, 晶晶就被继父交给了郭伟, 为了钱简直毫无人性。 晶晶再次落入了魔爪, 这回他不想再被控制了, 拿出刀就狠狠地刺向了郭伟。 司机健壮, 连忙停车帮忙, 多亏赵亮及时赶到, 用刀威胁才得以脱身。 只是半路, 车又没油了, 他们只能先投靠附近的村民。 这一夜, 晶晶又做噩梦了, 他梦见了继父, 又拽开了他的被子。 赵亮哄了半天, 晶晶才回过神, 可见晶晶不知道受过多少这样的虐待, 这样的人简直就是禽兽不如。 晶晶想做赵亮的女儿, 可赵亮却不知道自己还能做一个好父亲吗? 原来的他混得是风生水起, 天天花天酒地, 妻子就想带女儿离家出走, 结果被他阻拦, 直接把女儿抢走。 在车上, 女儿哭喊着要妈妈, 就在这一瞬间, 他们遭遇了车祸。 女儿当场死亡, 从那以后, 她的事业一落前涨, 她认为是自己害了女儿, 所以当她看见晶晶时, 就仿佛是看见了自己的女儿一样, 她想在晶晶身上弥补对女儿缺失的爱。 于是她荡掉了母亲留下的玉, 想把晶晶送去忙人寄宿学校, 不要让她再去要饭, 那样也能躲过郭伟和晶晶继父的魔爪。 可还没等到下一步计划, 郭伟就带人找到了他们, 晶晶被继父抢走了, 赵亮也被郭伟打倒在地, 她拼命挣扎去救晶晶, 结果被郭伟连捅树刀, 倒在了地上。 郭伟一帮人怕出人命, 放下晶晶匆忙逃跑, 而此时的围观群众却无一人伸出援手, 最终导致赵亮嗜血过多, 离开了人世, 晶晶大声哭喊着爸爸, 可她的爸爸再也回不来了。 很多时候, 真正的忙不是眼睛, 而是人心, 人性的冷漠让人真的很心寒, 都说人性本善, 可活得久了, 见闻多了, 才发现有些人的心, 冷得像没有温度的石头, 真心希望更多的人去关注乞讨儿童, 让他们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。 感谢您观看本期视频, 欢迎评论区留言,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。